元彪提出这些明星不仅火加里还有矿 如果明星混不下去 也还有一度矿很多人都看到娱乐圈的浮华世界 因为在娱乐圈之中最不缺的 就是灯光与闪耀深处这样的环境之下 不得不叹息 明星的工作十分有矿 简单的工作 简直就是行走的财富 虽然明星的收入可能是比较高的 但是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 但其实很多明星自己的家里也拥有着十分强大的资产 家里所含的财富可能远比自己当明星的还多得多 但是明明家里有那么多的资产 为什么还要选择进入到娱乐圈之中辛辛苦苦的打拼呢 也许对他们来说 热爱远比财富更重要 即使他们既拥有财富 也能够拥有快乐 华晨宇就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富二代 虽然华晨宇对待自己是富二代的身份毫不忌讳 但还是无法让人远离是富二代的身份 其实在华晨宇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 自己的名下就已经有了许多栋的房子 还经常开着好车去上下学 但华晨宇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家中财富 怎么样就表现得如何物质啊 在拍摄节目的过程之中 他也会因为二十几块钱的西瓜被摔而心疼很久 也不会因为自己家里有钱 就肆意挥霍华晨宇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大家也是都看得见的 他用汗水和努力 向我们证明了 自己依然十分努力 作为偶像练习生出道的先子朱正廷的家中 也是拥有十分强劲的实力 也有一个关于歌歇的称号朱正廷 对歌歇的热爱 可是发挥到了极致 几乎每一套的私服都融入歌歇的元素 就连发贷都显示出了对歌歇的深厚热爱 虽然朱正廷偶尔也会穿其他品牌的衣服 但是依旧还是名牌不得不说 朱正廷的一身都十分金贵 同样也是奥连出道的蔡学坤家中 也是十分阔气 虽然蔡学坤在节目的一开始 穿着粉丝送的六十来块钱的欲望衣服 但是人家的外套 却是将近八千元的奢侈品牌 但其实人家的奢侈品牌远不止这些 还有一个明星 可能是大家最早熟知的娱乐圈之中的富二代吧 就是林俊杰 林俊杰曾经有说过自己的父亲说 如果在娱乐圈之中混得不好 就必须要回家去继承家产 好在林俊杰的实力 十分强劲在乐坛之中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